阿諾的老公繼續 成為 一團迷霧 白了年薪五百萬 古狗工程師 阿諾正式婚變 只想做好孩子的爸媽 是真的有嫁人嗎 對啊 真的有嫁人 有結婚證書嗎 有 在美國 兩個人都簽字 是人類嘛 是人 妳私底下叫她什麼 老公啊 還有其他稱號嗎 就死老頭 死老頭這下成為過去式了 女性阿諾跟年薪五百萬 的古狗工程師Allen 五年婚姻宣告終結 她27號在臉書坦誠 使得我離婚了 這段關係 我們都做了很多努力 雖然無法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們有個可愛活潑的女兒 我們也都非常愛她 現在只想做好孩子的爸媽 這個角色 我們也祝福彼此的未來 請問一下 爸爸還OK嗎 今天一天的心態 很好喔 爸爸很開心喔 她也很開心喔 這就是我們家表現開心的 好慘 她撞到嘴巴了啦 有人有吧 有嗎 有啊 剛剛 妳撞到了喔 阿諾2014年透過好友阿Ben 牽起Allen這段姻緣 交往一年南方求婚成功 因為討論婚事No分手 後來阿諾J.I追到美國 复合後在當地登記結婚 But雙方始終無法磨合 各個性上的差異 只能靠著遠距離 勉強維持婚姻 我們其實都很注意 小孩的發展嘛 想說一開始看東西 我們就要開始刺激她的發展 我就會說 那爸爸妳沒事在家 多陪她玩喔 然後她講說 三四個月的嬰兒 到底有什麼好玩 她就把玩具 全部丟到我臉上 這樣說 這樣可以了吧 她這樣夠刺激了吧 這樣夠好玩了吧 2020年生下女兒丁桑魚 阿諾把帶小孩 視為生活的重心 糟禍入末到 差點忘記我有老公 連Alan都說 她是100分的媽媽 不及格的老婆 而最後一根稻草 是Alan曾在疫情期間回台 相愛容易相處難 最後導致婚變 一次我試圖想說 我要看一下她的手機 我早半天 除了她的一些狗狗貓 什麼腳有的沒的 沒有 沒有老公的照片 沒有老公的照片 怎麼可能 我以為我撿到別人的手機 從我得知 他們還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就沒見過這個 到現在已經結婚了 有沒有兩年了 有 而我們從哪邊 見過這一號有沒有 妳現在是怎麼樣 妳是有影集嗎 我老公他就是圈外人 他就比較低調 然後他就想說 他也不好意思 然後本身 他又比較害羞的一個人 低調的原因是什麼 妳知道帶他上節目 或什麼 因為我老公很害羞 但是我就是想要保護他 保護他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把他放在檯面上 可能還是稍微有些人 如果無聊 還是會想要議論他的話 我就覺得很麻煩 舉悉 夫妻倆一度因為 擅養費的問題 遲遲沒簽署 離婚協議書 但目前手續辦妥 Allen也正式成為前夫 阿諾為了不影響 對方的生活 加上沒勇氣對外說明 婚變藏了九個月才曝光 就是希望妳健健康康的喔 以後要對媽媽好一點 知道嗎